Agent 你們今天這一身裝扮是 看不出來嗎 我今天是史上最年輕 體態最差的教官 你怎麼知道自己是最年輕的教官 我這個臉看起來 不是最年輕的教官 還好 沒有啦 那你是教官的話 那我今天是什麼身分 我覺得你看起來有一點像是 老師耶 性感女老師 有道性感嗎 因為妳的第一個扣子沒有扣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太趕著出門了啦 對 重點是今天為什麼我們 會是一個這樣的裝扮 老師跟教官 因為今天我聽說 有一批學生非常的囂張 組了一個團體 對 搞小團體 是... 而且他們好像都是 學校的風雲人物 今天教官要來檢查一下 他們到底有沒有帶偽禁品 有... 很生氣 你很有氣魄 對 重點是他們算 他們就是一個小團體 沒有錯 不過今天算是六缺一 他們應該是有六個人 對 然後他們組成了一個幫派 叫做月球幫我們來好好 介紹他們一下 歡迎姚艾妮 屁屁 大家好 我是姚艾妮 屁屁 你好 歡迎劉以豪 大家好 我是劉以豪 你好 歡迎石志恬 大家好 我是石志恬 歡迎嚴正蘭 歡迎大家好 我是嚴正蘭 歡迎李全 不要這樣 我是嚴正蘭 好淡定喔 為什麼你們剛剛要這樣子打招呼 我不知道 他開始的啊 學他啊 好像要開始這個儀式的感覺 學生都這樣 只要第一個人做什麼東西 後面大家就會一直學這樣子 所以你們飾演的是高中 還是國中生啊 高中生 因為我覺得高中生那些動作 是高中生啦 高中生啊 高中生 因為你們這樣看起來 其實有一點落差 就是感覺一個是國中 一個是高中生 這感覺就是大神學長 開始欺負了 對 你慢慢先講一下 這個團體的行程是怎麼來的 對 為什麼會組成這個月球幫 對 《帶我去月球》它其實是一首歌 就是張宇生的歌 歌名叫《帶我去月球》 然後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張宇生的Fan 所以我們就組了一個月球幫 然後最主要裡面的靈魂人物 叫李安培 但他今天翹課 在那裡 對 他人非常的壞 他今天翹課 看板上面 對 然後我們都是他 也是李安培的Fan 所以我們就組了一個月團 叫月球幫 你們真的很像學生耶 就是人家會在認真講話的時候 舊同學會在下面喜喜叔叔 就是你們這一種 對啊 尊重 真的 尊重一下同學對不對 真的是混混的感覺 那你們彼此就是在 團體裡面的角色呢 對 個性啊 妳先... 我是曉芬 我是那個 好 謝謝 不是我嗎 我是跟著團長的 跟著團長恩沛的 妳不要早救兵 跟班 對 恩沛不在 所以團長是恩沛 對 然後他在團體裡面是負責 唱歌 主唱 你們是個樂團 對 我是飾演的叫汪振祥 然後他是一個比較忠厚老實的 然後不知道自己的夢想 跟以後的目標是什麼 忠厚老實 可是你剛剛沒有演 顯現這一個部分啊 有啦 你剛剛在欺負他耶 這感覺符零精怪的 因為很好 終於可以下戲了 就可以做一些欺負他的事情 對 然後其實他很欣賞恩沛 因為恩沛他是一個充滿夢想的人 然後也勇於追夢 但是正想沒有這樣的勇氣 所以他就很希望可以夢夢支持他 是 對 對 所以你是樂團 那你在裡面擔任的職位是 吉他手 摸吉他 真正吉他的話要靠底拳 因為他收到太厲害了 本來就會彈啦 對 我們在裡面 他是我們所有的樂團超好吃 對 因為你只是自己有一個團 對 對 那你在裡面是主唱對不對 不是 主唱是恩沛 對 我就自己的團的時候 也不是 我就團吉他 可是底豪的聲音其實超好聽的 真的假的 對啊 什麼時候 這樣還在歌 這樣可以帶來一首歌曲嗎 王正俠太大 唱唱... 有時候就不要勉強自己 好啦 那石志田呢 志田你在裡面的角色 我在裡面飾演的角色是大包 然後大包是團體裡面的貝斯手 是樂團裡面的貝斯手 然後是團體裡面的軍師 軍師 智力型角色 你好意思 自己覺得吧 自己覺得 是好主意還是壞主意 好主意 看起來是壞主意 而且我是正強的好麻吉 我都帶著 他都帶著我一起做事 然後詢問我的意見 但你剛剛誣陷我 誣陷你什麼 唱歌很好聽啊 好 謝謝大家 對不起 對 自己Q到自己還是... 要再一次是不是 那正藍呢 正藍 我在團體裡面是鼓手的角色 妳是鼓手 鼓都比妳還大耶 對 但還是 妳是看得到妳嗎 看不到 可以啦 勉強 明明強強的 鼓手好高 那有真的需要去學打鼓嗎 有 有 因為這部戲 然後學了一陣子 對 感覺他打起來會比較吃力 因為他比較小直 所以他要去打不同的那個部位 是不是有比較困難嗎 是有打到嚼勾 但現在有一個人 一直很想要串五味 就是這一隻 妳們兩個小個子 妳們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我現在比他厲害了耶 而且我從來沒有被那個骨槌 捶到腳過 而且他連髮型都變了 妳有沒有發現 對 他們真的是 對 我剛剛在講話說 為什麼兩位都是短髮 是戲裡面需要嗎 他們之間有一種競爭的感覺 我是戲裡面需要 不要亂講話 就是 就說你是出手主義的吧 可不可以講一些正確的資訊 沒有 我... 好 就安靜的 就是漫威之後就安靜了 對... 好 那李權 那應該就是吉他手了吧 我是月球棒裡面的吉他手 是 他好沉穩喔 好沉穩喔 你不要再記一記 你的氣好低喔 真的 我感冒了 你感冒喔 對啊 聲音是貝莎 他沒有感冒也這麼低啊 根本實際上就是講話 這麼低是不是 好啦 就是你們組了一個月球棒 對 重點是這個月球棒 還拍了一段故事 我們先來看一下VCR 不是從未來的 我也是 我要去日本走自己的路 放棄 換上高中制服 劉以豪 宋雲華主演電影 帶我去月球 適逢張宇生逝世20周年 歌曲搭配畫面 彷彿真把觀眾帶回1997年 你在我心目中 永遠是最想要的星星 張宇生音樂一放 然後所有的感覺都回來了 所有的回憶都掉回去那個時候了 用張宇生的歌貫穿整部電影 下午記者會 月球棒全員到齊 女主角宋雲華不只要演 還要唱重新翻唱 張宇生的經典歌 其實剛剛在裡面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這個預告 所以我覺得隱約聽到 好像有一個女生唱 那是什麼歌 我的未來不是夢 請問是女恩派同學的家長 我是學校的教官 你跟王正平安搞什麼 壓力真的超大的 我覺得這個壓力大概跟 上一次在金馬獎這樣唱歌的 壓力大概是很大 其實因為宇生哥的歌 已經是最完美的了 所以妳不用擔心 因為妳怎麼樣也不可能超越它 飾演懷抱音樂夢的女孩 夢想能當歌手 第一次在大螢幕上唱歌 宋雲華壓力不小 光是配唱就傷透腦筋 又在導演的威脅之下 要把這些歌唱到完美 但那個我期待那些的 就是只要有高音的部分 我幾乎都有破過音 而男女主角 劉宇豪 宋雲華 還在電影中 獻除大螢幕出吻 吻戲 那一場戲 真的沒有聽到導演 有喊咖或什麼 所以覺得也蠻妙 因為聽到後面其實有一種 就是原本是很投入的 但投入到後面就有一種 現在還在拍嗎 電影預計年底上映 恰巧距離張宇生 逝世是20周年 透過大螢幕 傳遞歌聲也讓粉絲回味 譬如BS新聞 莊配文神撿他們的 真的 帶我去月球 這部電影 要不要誰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故事內容 也是您嗎 還是您呢 當然是您啊 您 然後這個故事 今天詠春對不對 其實就是在講一個充滿熱情 然後帶大家回到1997年 然後可能 就是如果你有機會回去的話 你會不會試著改變自己的夢想 或者自己的人生 對 然後 我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可以得到一些小禮物 不管就是 不是只是看完了 我以為真實的會有一些小禮物 小禮物 不是 我說對 自己的內心 自己的內心 對 不要只是看完了 對 有一些啟發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 除了社會啊 面對世界之後 可能把自己的夢想都忘記了 對 我覺得不需要害怕 就要勇往之前 對 帶大家回到那個最純粹的 為了夢想前進的那樣子 不過你今天的任務